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发动在宁波的渠州同乡融资 河路牧场扩大建设版图 从项目周边 农村承包 流转土地近千亩 引进荷兰优质奶油品种 于2018年9月 总投资5.7亿元的河路牧场正式对外营业 牧场诞生 吸引了周边村民家门口就业 目前 牧场已累计西纳渠江当地120余人就业 其中70%是附近村民 还为周边50余户低收入农户 每年增收于5000元 2022年 在山海协作的帮扶机制下 河路牧场积极拓展市场 将牛奶推广到浙江省内宁波 新昌 杭州等地 还将与宁波文旅企业合作建设 休闲观光配套酒店等 宁波跟我们这边结队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效益是一个 是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赢到我们渠江来了 让我们渠州市的老百姓 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牛奶 这是最大的一个法处 第二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引进来解决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纪约问题 可能未来就是要成为一个 四埃及的一个景区 并且又能够养一千来坨奶牛 并且也提供我们 附近的一些居民的一个生活用来的一个情况 如今的河鲁牧场 已成为集奶牛观光 集奶体验 亲子活动 家庭聚会 田园采摘等多功能与一体的现代农业 体验综合体 清静雅致的环境 和独特的三流文化 吸引许青少年 且来研学 赏玩 慈禧 长山 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 两地从最初的资源要素互补 到山海协作产业园共建 再到全方位多层面的协作 结下了山盟海市的深厚情谊 我们这个万阳重生城项目 是19年就是正式开工建设 2020年的8月16号 开始第一批次企业交付 交付至今已经有112家企业入住 目前截止已经有88户企业正式投产 给当地的企业提供了 目前将近有一千多个岗位 每个岗位上面就是最低的年薪的 大概也达到五六万 最高可能也会有十几二十来万 这么一个岗位 我们跟园区企业也提供了一些 相应的一些服务 包括衣食住行的员工的子女 入学的问题 包括企业的一个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的问题 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个提供的服务 从田园牧场到产业园区 永渠两地正以一次又一次的合作 汇救了山海连动员的美丽画卷 聚焦渠州所需 宁波所能 未来所向 宁波将在产业帮扶 示范银领等方面 继续助力渠州锻造造学功能 上下齐心 共同奋力谱写出山海协作的高分答卷